- 。 剛剛我們使用了 CADKING去編了一個Publish跟Subscribe 我們會發現你在用的時候是 常常你要開好多個終端機 所以我們等下會介紹一個終端機管理的小工具 還有Ross的 comment line interface 比如說我們再回到剛剛的 talker還有listener 這兩個東西 其實你每次打那個很麻煩嘛 你也可以去寫一個叫environment.sh的東西 把剛剛的source 這個這一行 跟 跟那個 DEVL setup.bash 這個 去寫起來 你每次就去執行這個 這件事就好了 那我們去執行起我們的 publisher Ross run 然後package的名稱 然後 talker 對 它現在就開始跟剛剛一樣去發布 那這時候我們可以透過Ross的一些 comment line interface 比如說我們打 左邊這個 打Ross topic list 我們看現在有哪些topic在發 打錯了 現在有 背景有在發一些東西 有一個chatter chatter在發 嘿 那我們還可以再看這個chatter Ross topic 它發了什麼東西 叫這個chatter t& echo 是它就跟剛剛的的listener subscriber一樣 它就去 把topic publish的東西去 送出來 顯示出來 那我們也可以看 這個chatter 它發送的頻率 是多卡 它是 在程式裡面你去看 它是寫10,rate是10,所以差不多是10,10minisecond送一次。 所以這些工具就是方便我們去觀察topic, 現在的通訊現在的狀況,跟剛剛的RQT graph。 那假如這些東西呢,你想要很快的熟悉,你可以去查cheatsheet,ROS的cheatsheet, 比如說它會跟你講說,我們就打開cheatsheet, 這個cheatsheet上載裡面,它就會跟你講說什麼, 然後A跟講ROS RUN,ROS RUN,第一個,ROS RUN我們在打,然後叫做要打什麼, 接著後面第一個是package的名稱,再來是執行檔的名稱, 比如說talker跟listener,然後ROS CORE是ROS的,server master, 這可以讓你很快的去有一個初步的認識, 那我們的視窗很多嘛,其實我們也可以用一個工具到byofu, 因為我們常常在終端機前面切換,那這個byofu呢,我們可以使用, 你只要去sudo apt install,byofu就可以用了,那你要去用它呢,你就是打byo, 因為甚至有時候我們是登入有樹莓拍,我們會希望, 比如說這邊開了一個ROS master,那我們按F2,就可以去新增一個terminal, 那你在F3跟F4之間就可以去切換terminal,我要開,那我如果按shift加F2, 就是新增一個水平的終端機, Ctrl加F2,新增一個垂直的終端機,那shift加方向鍵去切換它們, 那如果我要去關掉它呢,我就按Ctrl加F6,關掉它呢,Ctrl加F6,關掉它,Ctrl加F6,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用一直在視窗之間做切換, 所以這樣我們就可以不用一直在視窗之間做切換。